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要过年了 很多朋友很担心疫情之外 更有一些8000多位的朋友更惨 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回家过年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隔离当中 所以印度神童当预言说 过年疫情会扩大 然后而且二月Omicron危机扩大这件事情 好像的确目前是这样的 但乌克兰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经济问题要到四月才好转 疫情到五月才会趋缓 所以现在这个过年 大家总是会胆战心惊一点 所以今天最新的COVID-19确定病例是 本土病例新增了15个人 比前一天稍微降了一点点 但其中一样是九例桃园 六例是在高雄 那么境外移入的确诊的数字 目前是33例 那么所以当这样的这个例子 一直不停在发生的时候 大家除了各自小心之外 政府中央跟地方的做法 又很多的不一样 让民众有点无所适从 比方说台北市现在餐饮 你确定过年期间要规范 二点五级的规范 绿灯才能够内用 所谓的有条件禁止内用 符合绿灯条件可以内用 没打疫苗或只接种一剂的话 建议外带外送 那当然意思就是说 你要凭个两剂的施打 或一剂的这个施打的疫苗 最好是两剂都完成的 才可以去内用 是有这样的规范在的 那其他县市就没有 那离岛今天还展开了 快篩的把关 估计有一百多人 可能就没有办法回乡去过年了 那么为了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台湾人 过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节日 能够家人团聚在一起 所以陈时中还特别为了这件事情 因为Omicron的关系 居减才高标准 有八千个人难回家 很抱歉为了整个疫情 他还为了这个事情 特别跟大家道歉了 我们在居隔里面 鉴刺的就会有一些转扬的 如果那个时候这些人 没有被居隔起来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要花很大的 周章这几天的一个足迹 整个可能又在扩张了 所以现在居隔会相对的 相对的就是采取比较高标准来看 就是他在家里 在那边过年就只好很抱歉 只能为了整个疫情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那可能就在相关的纪检所或防疫旅馆 其实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 高标准可以 但是你标准要明确 要清楚要有你政策的脉络 然后中央跟地方真的要一致 如果每个地方 如果因地之谊的话 也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脉络的公布 那现在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然后大家互相讲的不太一样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所以就被这个形容这个漫画里头形容到 这是在拌杖吗 是笃信在城市中心面前展现 指挥中心拿着骰子摇啊摇啊摇啊 今天下下下哪一边下 商机这边帮经济来交响 还是今天要下隔离染疫这边来虎虎生风 就会让大家觉得我的政策不是很明确 然后每天初一十五不一样 真的能够帮台湾的安定跟稳定 取得比较让大家信任的方法 变成大家很质疑 那么当然有一些被隔离的朋友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以新北市政府来说 他如果被隔离一个网友 被住隔离饭店十四天 是要自费的 花了四万两千块 年假九天直接泡舱没了 一般上班族 这个四万两千块花下去 没上班 还有年假还不错 要是没有上班就没薪水的人 不就更惨了吗 甚至如果没确诊 可能连补助款都拿不到 那当然在高雄 有那种强势被隔离的朋友 是有政府补助你隔离旅馆的费用 等等的 所以你在自费坐牢 然后又正式矛盾 有些地方有补助 有些地方没补助 有些人被直接抓起来 关的时候回不了家就算了 你还直接要他自掏腰包 去隔离坐牢 正不正确呢 政府是不是该有统一一致的做法 不要让大家自己 每一个人还打电话去问半天 我到底要怎么处理我的问题 那政府的防疫 被民众认为是乱七八糟 不一致 所以民众只好自救 这种自救方法 我们特别要呼吁说 大家千万不要做 不要照这个方法做 但网路上的确有这样的 这个呼吁 大家在传 就说我们假装扫QR Code就好 这个十连制你扫了之后 等下被抓起来关 前后半个小时相间相距的时间差 你都会被隔离起来 然后到时候你万一要自己 去抓起来 要付费要隔离怎么办 这当然是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不是好事情 可是民众当然会有这样的疑虑 因为被你掌握了行踪之后 会有什么政府保护我吗 恐怕不见得是是我自己倒霉吗 政府的措施一旦被民众不信任 就会产生自求多福的效果 那现在为了要防匡列隔离 荷包失血 所以要抢一种东西叫做 隔离防疫的保单 这个神单你看大家大排长龙 不是在买蛋 要不然就是在抢保单 台湾是怎么回事 来 汉婷 首先从防疫保神单 就是在过去以来 去年前年是那种确诊了 就给你钱 大家很担心确诊 因为保单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就是一种风险供单 我们集中来承担 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和避害 结果现在的重点叫做 抢隔离的保单 一旦隔离就给钱 那表示什么 表示大家已经觉得 隔离才是风险 隔离是一种损失 但确诊好像目前危害没那么大 以前害怕确诊 因为重症率高 死亡率高 现在的Omicron就轻重 跟无症状比较多 所以大家不害怕确诊 大家反而害怕被隔离 而且为大家抱怨的这个隔离 跟去年来说规定也变得更严格了 在去年5月份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当时的隔离规定是 如果你是接触者 就要居家隔离14天 去年 那么到了现在变得更加严格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匡列的 比去年还要来得更多 匡列高标准 比如说像现在晚半个小时 去餐厅的 那个确诊者明明已经走了 结果他还是要被匡列 还是要被隔离 两三层楼的还是一样 通通都要送去隔离 而且PCR都阴性也一样 全部抓起来隔离 而且就第二个更严格的是说 现在已经不能够住家了 以前原始标准是 你可以居家隔离 现在不一定 因为要求你要完整的 一人仪式 那你说本来可能比一个小情侣 一个情侣或者夫妻 对吧 那他们当然是两人在一室 不行违反规定 你要偏偏跑到旅馆里面 改成一人仪式 那么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然后你而且最荒谬的是 如果没确诊 你还要自废住旅馆 那等同是在坐牢 那再来一个 让人矛盾跟生气的点 又有两个 第一个是发现有些确诊者 他因为这个病毒 其实就CD值很高 没什么事情 阳转阴 所以他回家了 但是被他狂烈的人 还在继续隔离 那如果你是被隔离的人 你不会觉得假虽 等下确诊了都病好了没事 然后结果我也没啥事 然后我要被隔离 那再来一个 大家最抱怨的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搞这么严格 那也可以 我们要忍耐 但关键是 为什么你当初没有把这一份 严格的标准 放在境外回来的人 如果当初境外有把关好 如果当初所谓的落地裁剪 落地普筛有做好 连普筛都要卡这么久 对 防御旅馆跟机场 全面都做好的话 还有需要沦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吗 对 杨敏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疫情 当然没有人想要染疫 但是如果 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 Omicron 它的是轻症 跟这个所谓的 比较无症状的比例 很高的时候 你还要用那么强烈的 隔离措施来去 让人民 比如说我还 我连只是匡列而已 我只是还 我还没有被这个确诊 我就得要先住进去 然后就得要 高雄我现在是最严格的 你已经一再确诊 你知道吗 确认是阴性一样 民众不是怕确诊 民众是怕被隔离 确诊还有补助 对 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的 整体战略要走 与病毒共存 还是要清零的问题 因为你的能力物力资源 你就要大量的放在 隔离 隔离 检疫 疫调 等等这些事情 好 那如果 如果我们的Omicron 真的可以要共存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隔离 检疫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加 再加跟同住家人 我们只要有一个 一人一室的模式 是不是就可以再加隔离 我觉得这些是指挥中心 应该要去思考的 要让人民不要 最后是害怕隔离 不是害怕染疫的时候 这个才是问题 那另外一个我举 刚那个有话哥有讲到一个 那个台式王军凯 主播的一例子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那个我们有一个APP 我们政府有研发一套APP 叫台湾社交距离APP 他说他已经被 他已经住在防疫旅馆了 这个APPAPP还跟他说 你没有跟确诊者接触过 所以这个APP就是一个垃圾 对 赶快 我去查了一下 可以罰钱 两个字不要讲 现在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万人还在下载 使用这套APP 可以移除了 不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的 就跟王军凯自己讲的 就是台式的气象主播 他说他就天天塞 现在好比说竹科几家工厂 他们也有医生 他就天天塞 因为竹科那些工厂 或者桃园那些工厂 那你不可能让他关场 他就是三班制 三班制他们就聘行医生 自己弄 如果那你阴的话那你进去 那你阳的话那你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那现在就是一体适用 所以大家反而不怕疫情 为什么怕隔离 14加7 14加7 比那个境外的还要严格 这个是台湾老百姓 你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你想想看那个 像比方说这个年轻人好了 他隔离住14天 不但年假通通都没了之外 还付四万二 那个心情的不愉快 是在这里吧 那我想会不会农历年假一过 就有民众说 我想要被隔离 再放14天 上班的时候就不用上班 真诚的良心建议 就是说他应该是要依照 就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年长者 因为致死率高 所以应该受到比较大的保护 对吧 或者如果你是没有 完全没打疫苗 或只打了一剂 那么你如果有接触到风险高 应该要受到比较高的保护 但如果你已经打完两三剂 而且又都还是年轻人的话 是不是就不应该受到 如此的高标准对待 要调整 我觉得汉庭去当这个 指挥中心的专家好了 感觉今年过年 要种这个头颗颗颗颗 比较难 要隔离还要比较容易一点 很危险 大家都吵着等 对 身边应该 所以我说 如果今天我们指挥中心 没有办法给人民的安心 就像现在大家买不到 安心跟明确的措施 对 买不到鸡蛋 对 买不到鸡蛋 就是明确